其實過去我們看到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刻意的去帶風向 而且是用錯誤的時間序 去抹黑台北市政府 說台北市政府的動作是慢半排 但是實際上面我們回頭看 其在3月24號台北市政府收到通知 也是當天中央就得知這個訊息的時候 其就到這個保齡茶室去做了採檢 那包含是食材的部分採樣 還有環境的部分也很認真的做了採樣 大家可以看到這是當時採樣的時候所拍的照片 這是廚師的手的這個反面 正面然後這個是反面 然後還有包含是 這個是砧板的採樣也有做 然後這是當天的廚房的衛生環境情況的各個地方也都做了採驗 那3月24號台北市政府做了採驗之後呢 那在3月25號的時候也去了第二次 在25號的下午就把這兩次的採檢資料上傳到中央的系統裡面 也就是我們俗稱的這個非登不可 所以實際上在25號的時候 地方的採檢的過程那這些患者的情況都被登陸在地方中央能夠共同看到的系統裡面 3月26號中央才在跟著地方再去做第三次的這個採檢喔 所以台北市政府在3月24、25、26都分別做了一次 26號是台北市政府第三次去做採檢 而當時中央是第一次去做採檢 那根據我們在質詢的時候詢問這個宣誡員部長的時序 他們說呢3月24跟25兩天都是在觀察 好那接下來呢3月26號中央去採檢的東西呢就趕緊的拿去驗了嘛 那也跟彰化基督教醫院取得了這個米酵酸菌的標準品開始檢驗 可是到目前為止什麼都沒有驗出來 那地方就發現說呢3月24號因為有做這一些的環境採檢 那也希望能夠去檢驗 那在台北市當然也不可能會有標準品的情況之下 就發現說台大醫院可能會有 好所以當我們的衛生局長台北市的衛生局長打聽到台大醫院可能有米酵酸菌的標準品的時候 就立刻聯繫 然後呢提供我們在3月24號所去檢驗的環境 那希望能夠去驗 看有沒有驗出米酵酸菌 好所以在3月30號的時候台北市政府就提供了相關的環境的採樣給了台大醫院 那在昨天呢也就是4月1號的晚間下班時間以後 那也非常感謝台大醫院他們是加班到很晚 那這個晚間的時候得知了 確實在環境裡面有驗出米酵酸菌 好那所以說在這個時間點上面呢台北市的衛生局局長就立刻通過兩種方式來跟檢察官聯繫 包含打電話通知以及包含傳訊息通知都有說明了已經有驗出米酵酸菌那有新一部的證據 而在今天早上9點的時候就正式的發了公文給檢察官說明現在的情況以及案情希望他們可以往這個方向 因為有進一步的市政了可以去再去做調查 是完全的配合我們的檢調機構 所以第一個事情是過去 民進黨不斷的透過他們的政治人物對台北市政府進行惡意的扭曲 爆搖時序說台北市政府3月26號慢半排 可是實際上如果不是3月24號就按照 應該要有的SOP去進行採檢的話 今天那驗不出來也沒有進一步的證據 只能像中央現在的說法一樣繼續用猜測的 那請問檢調該怎麼往後調查呢如果沒有新的市政的話 第二個部分是3月20號24號25號兩天 其實中央都只是在觀察 26號才去跟台北市政府共同積查 那我比較好奇的是喔 這個部分可能要由衛福部來回應 就說26號採檢以後 要包含環境的部分 包含食材的部分都沒有驗出來 可是我們從中央的通報系統裡面就得知 台北市政府在3月24、25號都有去做積查跟檢驗 那為什麼不請台北市政府提供或者是協助台北市政府 去檢驗3月24號的環境 有沒有含米硝酸菌呢 變成是連台大醫院都說 還好台北市的衛生局長 陳局長非常的激緊 有想到這件事情 趕緊通報 拜託 所以這是衛生局特別拜託 台大醫院來協助的 完全沒有在目前的中央的SOP裡面 所以我們也想問 發生這樣子的事情 那中央跟地方我們都很希望看到共同來合作 可是怎麼到最後 還是要地方自己自救 知道台大有標準品 趕快拜託他們把3月24號檢驗的驗一驗 那為什麼衛福部其實好幾天前就有標準品了 卻不驗3月24號的部分 也沒有想到要來跟地方共同還合作這個部分呢 如果有的話 原則上可以早一步驗出來 因為我們是你看那個時序 3月30號台北市知道台大有之後要求送嘛 3月30 3月31 4月1號 其實三天的時間 非常快的 就驗出確實在當時的采樣的環境裡面是有的 所以如果中央能夠積極一點在3月24的時候 共同提供協助的話 那是不是不用拖到今天 所以我想台北市政府在這件事情上面不管是檢驗的SOP 或是後續的機警信 以及立刻通知檢察官 這幾個過程當中 其實都是蠻值得大家來鼓勵的 那我們也希望 有了這個證據之後能夠進一步的調查 到底是在哪個食材裡面 哪一包食材裡面出了問題 再往後追溯 往下追溯 看看 源頭到底是哪一個地方 那我們都希望勿往勿縱 這個再跟大家說明一次 這個部分來我先放著給大家拍 這個是 哪一信我不敢跟你現在確認 但是但是這是當天的記查畫面 對這是當天去記查的時候所檢測的手 然後因為 我們在檢測之後都要拍照存證 所以有這些內容 那這上面是有驗出的 好 我去向台北市政府去詢問的 然後在這個部分是 在另外一張是 砧板跟這個 當時的廚房環境 那砧板上也是有驗出的 就是這就是反正這附近的一些採檢啦 對對對 但最主要是手跟砧板是最明確的 因為 他等於手上有然後再切嘛 然後就會 到砧板上也跟著有這樣子 對所以等於是說 這是一個很直接的證據證明 就一切來源就是 保齡茶室 然後在A13管的部分 確定有米酵酸菌 那這樣子來說 是不是能夠慢慢去排除 所謂下毒的可能性 那我想檢調可能也可以根據這個證據 做新一步的判斷 下毒的規則 我要悅茶室 對 沒甜蜜 就 正確定有